肩负20 近年来,我国的确从俄罗斯购买了很多武器装备,因此可以说俄罗斯在某种意义上曾是我们的老师。 不过,随着我国军工制造领域的飞速发展,在部分装备的发展上中国一度实现反超,尤其是他们引以为傲的造船领域和航空领域。 这样一来,我们的老师似乎就有些不高兴了。 众所周知,在刚刚结束的珠海航展中,肩负10B推力矢量发动机凭借五个国际公认的过时速机动动作,使我国自主研发的矢量发动机一鸣惊人,当时,就不时有类似,机动,机动,开始期待肩负20的声音传来,可见人们对于肩负20换装矢量发动机是非常期待的,不过,一个不和谐的声音也随之而来。 俄媒称,没有俄制发动机,肩负20根本飞不起来。 当然,肩负20使用俄制发动机不可否认,但说得太尖酸刻薄,也太绝对。 如今的肩负20并不一定需要俄制航发。 或许,我们也可以认为,我国的装备一名惊人了,他们理所当然的要做做广告宣传。 不过,俄媒的如此评价却让美国人看不下去了,愤而出言无情戳破,肩负20。 11月12日,美国一家军事网站发文称,中国战机的技术进步非常明显,这将使中国的隐身战机得到重生。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技术进步已经在人们眼前得到了展示。 原来,装备涡扇-10B发动机的肩负10D验证机也引起了国外的关注。 美媒文中称,这是一种采用推力矢量喷管的发动机。 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专门研究作战空中力量和技术的研究员贾斯廷布朗克告诉美媒的记者, 这款发动机明显提高了肩负10B的可操控性,甚至比肩负20隐身战机所装备的AL31发动机要先进太多。 之前,一直都在说肩负20战机配备了国产波扇-10发动机,虽然也大量运用了俄罗斯的技术,但我国也进行了很大的改变。 例如,在尾喷管的边缘处进行了锯齿状设计,这大大保障了肩负20的隐身性能。 反而,像AL31发动机就有着致命的缺点,因为它的非隐身发动机的支边,很容易被对方探测到AL31发动机。 而且对于肩负20独特的压抑布局来说,采用推力矢量发动机可以在进行轻微方向调整的时候,减少对压抑偏转的依赖,并且还能极大的改善肩负20的隐身能力。 同时这位英国专家还指出,中国的战机在质量和生产一致性方面得到了改善,正在缩小于美军隐身设计的差距。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在材料领域的反超,中国国产矢量发动机为了提高寿命,大量使用了钛合金。 相较于原型AL31发动机来说,从原来900小时就要大修,增加到了1500小时,后来更是突破2000小时,而且,推力也达到了美军同行水平。 或许峨眉也没有讲到戳穿真相的竟然是美眉,不过事实证明我国矢量发动机确实反超AL31发动机。 难怪当记者提问,肩负20什么时候换装矢量发动机时,总设计师杨伟暗示,你怎么知道还没有用呢? 丁允,两架肩负20隐身战机震撼登场。大家都知道,由于起步较晚,人才缺乏和西方封锁等种种原因,我国高端武器装备的研发之路走得格外艰辛,期间还备受外界的冷言语嘲笑。 不过,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的军工研究人员硬生生在一片荆棘之中杀出了一条血路,让各界都为之侧目。 细心的朋友或许可以发现,近年来,外界对中国的装备也明显投入了更多的目光。 这部,就在日前刚结束的珠海航展上,一款武器刚一现身就引的各路媒体争相报道,在珠海航展最后一日,备受期待的金副20战机以四机编队震撼登场,并且在高速机动的过程中出人意料地打开了机副的弹舱。 当住现场上万海内外观众的面,毫不掩饰地亮出自己的武器,让现场以及看直播的观众惊喜万分。 不过还有另外一些人在看到这一幕时,关注点比较与众不同,他们敏锐地发现金副20搭载了一款空中利器,霹雳-15空空飞弹。 台媒评论称,这武器一出,等于宣告金副20在200公里范围内将拿缝敌手,那么,它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据了解,霹雳-15是由我国零一四所,空空飞弹研究院,专为第五代战斗机研发的中远程空空飞弹。 它长约3,7米,直径约20厘米,在弹体中段装有小展显笔弹弹翼,叠形翼,尾部则是全动式借鉴三角翼的垛面,前后弹翼的翼展约为39厘米和51,5厘米。 军事观察者分析称,该飞弹数据性能与美空军最新的AIM-120D类似,都是采用双脉冲火箭发动机并且最大程度上优化弹道残数,这使得飞弹的射程大大延长。 图为,弹舱内的霹雳-15,据称,霹雳-15空空飞弹的最大射程可达150-200公里,而且相对于上一代的超市巨空空飞弹霹雳-12,它具备抗干扰数据链,雷达主动探测距离也大大延伸,在空战中能够打击敌军的加油、运输机、预警机等重要的空中目标, 如今肩负-20隐身战斗机再配上这款神器更是威力大增,搭配霹雳-10近距离格斗空空飞弹,基本上就像台媒说的,200公里范围内,难尽其身,实际上,除了台媒,美国方面对霹雳-15空空飞弹也是打起了12分的精神,而且他们关注的时间更早。 据了解,早在2015年,国内消息还一片空白的时候,美媒就报道称我国成功试射了一枚最新空空飞弹霹雳-15,并且成功摧毁了一架无人把机,之后,美国就一直对这款飞弹保持高度关注,生怕错过一星半点的消息。 美国空军某司令 有意思的是,当时这件事还惊动辽美太平洋空军司令霍克·卡莱尔,他在一次公开讲话中提到,霹雳-15拥有150至200公里的超远射程,这将超出现有的美国空空飞弹的射程,也就是说美国的空空飞弹已经过时了。 更重要的是,当美军在太平洋上采取行动时,霹雳-15将会对轰炸机、加油机乃至F-35这样的战斗机构成很大威胁。 亚克141原型机,说起垂直起降战斗机,可能要适合F-35B名声在外,但是其实,苏联亚科夫列夫设计局早在1987年,就研制出了能垂直起降的亚克141,首架亚克141原型机于1987年是非。 然而由于资金有限和苏联解体,整个研制计划于1995年中止,亚克141也仅生产了四架原型机,然而其超前的设计思想还是对后来的机型如F-35B产生了很大影响。 普京打算在下一个武器装备发展计划中,建造一种类似亚克141的新型垂直短距起降舰载战斗机。 近日俄罗斯军方高调宣布,将同中国一起复活亚克-141战斗机,亚克141垂直起降战斗机。 目前世界上能够自主研发垂直起降战斗机的国家寥寥可述,足见这项技术的难度相当大。 这意味着俄罗斯主动上门给中国送来一份大礼,亚克141垂直起降战斗机。 垂直起降战斗机发展至今,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 苏联在1970年代发展的亚克-141垂直起降战斗机具有和常规起降战斗机接近的性能,只是由于苏联解体,这个计划未能继续下去。 而F-35B的技术方案与亚克-141有较多相似之处,F-35B的诞生,可以视为垂直起降战斗机化时代的进步。 说明垂直起降战斗机有望进入作战飞机的主流行列,而随着发动机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例如推比15B发动机的出现,垂直起降战斗机有望在性能上完全达到常规起降战斗机的水平,甚至有可能出现垂直起降的运输机。 这些飞机将使空定一体化作战达到全新的高度。 亚克-141垂直起降战斗机。目前中国成功服役了肩负20这款第五代战斗机,但是在垂直起降战斗机方面中国却迟迟没有任何进展。 足见中国在这一领域里的技术差距则是显而易见的F-35B准备从埃塞克斯号两栖攻击舰上起飞。 对中国来讲,要研发两栖攻击舰,拥有垂直起降战斗机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目前只有美国成功在两栖攻击舰上面装备了垂直起降战斗机。 从AV-8B战斗机到现在的F-35B战斗机,美国在两栖攻击舰上充分体现了立体式登陆作战的理念。 这也足见垂直起降战斗机的巨大作用。 中国垂直起降战斗机。 想象图,一旦中国参与到了复活亚克服141战斗机的项目中,势必会掌握很多关键技术。 未来中国成功生产出自己的垂直起降战斗机后,必然会装备在两栖攻击舰上服役。 对中国军事实力的提升是相当巨大的帮助。 相信凭借中国的军工实力,一定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实现梦想。 到那时美国在两栖作战领域就遇到了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 国际盟友关系建立的原因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为了共同利益,还有一种为拥有共同的敌人。 我国与俄罗斯之间属于两种并存的情况,对中俄不断在各领域展开合作。 美国方面表示十分的担忧,美国当然不希望中俄进行合作。 如果中俄真的在之后的合作中,在垂直起降战斗机领域取得成就, 美国将再失去一个可以与中国的栖作战斗机领域取得成就。 主要是为了共同的栖作战斗机领域取得成就。